加泰羅尼亞警察星期一上午進駐巴塞羅拿政府大樓 這是西班牙政府聲稱對這個自行宣布獨立地區實施管制後 加泰羅尼亞迎來的第一個星期 權力移交是順利還是面臨著反對仍然有待觀察 這可能會加劇西班牙的政治危機 沒有跡象表明包括加泰羅尼亞政府主席 土耳格德蒙德在內的幾名被解除職務的加泰羅尼亞地區領導人 以及被罷免的該地區內閣當中其他成員 星期一都是沒有試圖去辦公室上班 普爾格德蒙德有可能最早星期一 因為推動脫離西班牙而被控反叛罪 數十萬支持西班牙統一的民眾星期一 在巴塞羅拿示威拒絕接受加泰羅尼亞從西班牙獨立 反對獨立的抗議者高夫西班牙萬歲 廢母住西班牙加泰羅尼亞以及歐盟的旗次 向加泰羅尼亞首府遊行示威 表達對西班牙中央政府解散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內閣 平息加泰羅尼亞分離行為的支持 示威者還高舉著 寫有 我們不容許西班牙被撕裂成碎片 以及一個沉默民族的蘇醒等口號的旗次 示威組織者說 這場活動吸引了100多萬人參加 不過警方的數字就是30萬 加泰羅尼亞議會上星期五表決支持從西班牙獨立 幾個小時後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解散了這個議會 而此外 拉霍伊宣布加泰羅尼亞12月21日舉行提前選舉 並解除了加泰羅尼亞幾位最資深警官的職務 西班牙政府發言人德比哥表示 普爾格德蒙特斯等所有加泰羅尼亞領導人 有資格參加12月的選舉 全國渡洲日常推出 聯合機 電郵 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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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